彭于晏是娱乐圈公认的顶级帅哥,很多粉丝都把他当成自己的男神。 不仅有人喜欢他,很多男人也很欣赏彭于晏,承认他是真的帅气。 这几年,彭于晏这个名字,依然变成为一个形容词,你长得真彭于晏,言善之意是说一个人长得很帅。 论言之,彭于晏深邃的双眼,高挺的鼻梁,完美的脸型,确实很迷人。 短身材,182厘米的身高,健硕的肌肉,男人味十足。 也难怪江文导演,都对彭于晏在上有加,彭于晏不是一般人,他用他的灵魂指挥他的肉体,这评价也是没谁了。 日前,37岁的彭于晏现身上海参加某商业活动,当时他穿着一身红色西装,对着镜头,频频展现自己名人的微笑,精修图看起来真的很帅气。 不过,路人镜头吓得他,却被打毁了圆形,特别是侧脸,网友看后这呼好丑,被吓到了。 路人镜头中的彭于晏,脸色不是很好看,皮肤显得很黄很黑,不是健康的小麦色。 另一张路人拍摄的照片,可以看到他的侧脸,有一块是凹陷进去的。 特别是鼻头和下巴看起来很奇怪,轮廓也不是很流畅的感觉,给人感觉怪怪的。 不知道是天生这样,还是在上面动过什么手脚造成的。 对于路人镜头曝光的彭于晏真容,有网友吐槽道,这是邪包子脸吧。 好像哥哥屋,怎么参老了这么多,我真的格不到他的颜值。 也有网友说,彭于晏的侧脸,怎么会臭成这样啊? 男神形象破灭了,实际上,早前彭于晏的一段侧拍视频,就层上过于恶搜了。 当时他的侧脸就让不少网友感到惊讶,大家都表示他的大鼻头,长下巴真的很难看,简直太让人唤灭了。 底下评论区两条最高站写道,我一直觉得他的鼻头怎么那么乖,对。